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利用德老师 前两天科技圈有个大新闻 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和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们 一起研发了在细胞外 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的全人工合成 这种人工合成淀粉的方式 跟传统的光合作用相比 能量利用率是3.5倍 固碳的效率是8.5倍 1立方米的反应罐在理想情况下 相当于5亩玉米地的淀粉产量 有小朋友问我说 这种人工合成淀粉的方式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它的难点在哪 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很快就可以吃上 西北方做的馒头了呢 这项成果能不能得诺贝尔奖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关于人造淀粉那些事 人造淀粉是对标于 传统的光合作用产生的淀粉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什么是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在我们上初中的时候 都是学过的 实际上就是绿色植物 通过吸收二氧化碳和水 然后利用光能 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成有机物 比如说葡萄糖 以及释放出氧气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这是一种比较简化的说法 如果我们再稍微仔细一点说一下 这个过程的话 那么绿色植物之中有液氯体 液氯体里面有一种叫做类囊膜的物质 它是一种柄状的物质 那么光合作用中的光反应 就发生在这种类囊膜这种物质上 具体来讲就是它会从外界吸收水分 水进来了之后光也要照到这个类囊膜上 这个光也照过来了 照过来了之后它就会把水进行光解 把水分解成氢离子还有电子 那么不还有氧原子吗 氧原子就变成了氧气 作为副产品或者说废物就释放出去了 那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光反应 因为它只有在有光的时候才能够发生 它利用光把水进行分解了 那么分解出这个氢离子和电子之后干什么呢 它可以把细胞内的一种物质的能量提升 我们知道细胞内有一种叫做二磷酸线杆的物质 叫做ADP 通过这个类囊膜中的这个高能的电子和氢离子 ADP就可以变成ATP 三磷酸线杆 我们以前讲过三磷酸线杆是生物体能量货币 对吧 你很多的生理活动都需要靠这种高能的三磷酸线杆来完成 另外体内还有一种叫做NADP加 这种辅酶 那么这种辅酶通过光反应提供的能量 它也可以变成NADPh 那就把这个氢也拿过来了 那么这两种物质它是一种高能的物质 它具有很多的能量 这样我们就把最开始光给我们的能量 变成了一种储存在化学物质中的能量 也就变成了化学能 所以光反应的步骤就是光能转化成化学能 转化完了之后你不还得吸二氧化碳吗 那这个二氧化碳是怎么吸过来的呢 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卡尔文循环 因为它是科学家卡尔文 通过这个放射性酮非素的方法找到的 那么卡尔文循环的具体流程非常复杂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有一种五碳的糖 这种五碳的糖我们称之为RUBP 叫做二磷酸合同糖 那么这种物质它可以吸收二氧化碳 吸收二氧化碳 吸收完了二氧化碳之后变成什么 它原来有五个碳 吸收了一个碳 是不是变成六个碳了 六个碳之后它又会分开 把六个碳变成两个分子 这每一个分子就有三个碳 所以形成了一种三碳的酸 这种三碳的酸我们管它叫PGA 叫磷酸甘油酸 好 形成了这种磷酸甘油酸之后 磷酸甘油酸又会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ATP和NADPH 它的这种高能物质的能量给拿过来 那这个高能物质它就会到了这个位置去释放能量 释放完能量之后 这个磷酸甘油酸这个三碳的化合物 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三碳化合物 一种三碳的糖我们叫它PGAL磷酸甘油泉 好 现在磷酸甘油泉又是一个三碳的这个物质 这个三碳的物质就有一个分岔 有一部分会重新变回成五碳的糖 ROBP 是吧 也就是说你这个ROBP 你吸收了一部分二氧化碳之后 经过流转有一部分又会变回五碳糖 所以形成了一个循环 一个循环之后这个五碳糖没有消耗 对吧 但是你吃多二氧化碳跑哪去了呢 那是因为有另外一部分三碳糖 它就合成了六碳糖 比如说C6H12O6葡萄糖或者是果糖 然后再经过非常复杂的酶的催化作用 葡萄糖或者果糖就可以合成什么 就可以合成植物的储能物质就是淀粉 是吧 以及植物运输能量的物质就是蔗糖 它又可以合成蔗糖 淀粉等等 那这些就是植物体内的糖 其中最主要的储能物质就是淀粉 对吧 同时这些个糖还可以经过一定的步骤进行转化 它可以转化成什么呢 它可以转化成脂 可以转化成脂质 同时植物体还可以吸收无脊炎 对吧 然后就可以生成氨基酸 还有蛋白质 以及核酸等等吧 反正总而言之这些个糖又可以继续转化 转化成脂质和蛋白质 而不管是糖 脂质还是蛋白质 我们又可以吃植物 对不对 所以这些物质又可以被我们人类给吃掉 那我们就可以获得植物中的能量了 当然我们还得吸收氧气 对不对 整个的过程就完成了 那在卡尔文循环之中 植物体需要经过60多步的步骤 有许多种酶的催化才能整个完成这个过程 那么它有什么特点呢 光合作用有很多很好的优点 第一个它实现了能量的传递 我们人活动是需要能量的 那么能量从何而来呢 你能看得出来吧 能量只有一个来源就是光 对不对 光的能量变到了化学能量 化学能量储存到糖中 然后糖还可以转化成其他的物质 或者直接被动物吃掉 动物就获得了能量 是吧 能量的传递 第二它就是实现了物质的循环 这个光合作用虽然说它产生的产率不高 但是它从来就没有什么废物 它的物质是循环的 你看我们的光合作用只吸收水 只吸收二氧化碳 对不对 然后产生了副产物 氧气还被人给吸了 然后剩下的在这个制造的过程之中 我们又产生任何的废物 对吧 你看这个无碳糖它循环一绝之后 它又变回来了 我们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物质 所有的这种反应物我自己都给产生 是吧 经过一大堆酶的调控 然后我们把这二氧化碳和水就变成了有机物 有机物又被人吃了 等这个人死了之后 它的身体分解了 又变成了二氧化碳和水以及一些无机岩 对不对 所以整个的这个生物界是循环的 所以它可以使得生态系统稳定的存在 那它还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它使用的酶都非常的和谐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描述 我们就用和谐这两个字来描述 什么叫和谐呢 就是首先每一种酶它都能促进一个反应的过程 酶就是一种催化剂 它可以促进某些化学反应的发生 我们有几十种酶促进了几十个化学反应 而最重要最神奇的地方在于 这些个酶之间彼此不打架 就是我的存在对你酶有什么影响 对吧 从来没有两种酶它们放在一块就打架 但是在化学反应中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 就是你把两种不同退化剂放一块它们就打架 是吧 最后谁也反应不了 而生物体经过亿万年的进化 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自然界的光合作用是非常和谐而又美妙的 是吧 不过它也正因为它的和谐和美妙它不追求速度 淀粉的速率并不高 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玉米吧 玉米是一种能够高产淀粉的作物 这种作物需要120天的时间才能够成熟 对吧 你这个 你说30天种玉米这事就做不到 是不是 所以它自然界并不追求速度 因为它本身也不想养这么多人 但是现在自然界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想吃的食物也越来越多 自然界的这个循环过程满足不了我们了 怎么办 我们想了一个办法 说我们能不能人造啊 于是科学家们就想了一些方法 去人工合成一些食物 人工合成 这一次我们中国科学家 就是完成了人工合成淀粉的这么一个步骤 人工合成淀粉你是要模拟光合作用的这两个部分 一个是光反应 一个是卡尔文循环 光反应是产生能量的 那这个步骤是由谁来提供的呢 由谁来完成的呢 是由这个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大连化物所 它的科学家们研究出来的 这个过程虽然是模拟了光反应过程 但是它跟光反应过程不完全一样 首先它是先通过 比如说这个太阳能板 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 把光能怎么样转化成电能 转化成电能 转化成电能之后 你把这个电能再通到一个电解水的装置之中 这是水 是吧 我们在中间加电池加电 加完了电之后 水就被电解了 水被电解之后形成什么 形成了氧气和氢气 对不对 好 第一个步骤我们把它变成氢气了 变成氢气了之后第二步干什么呢 我们用二氧化碳和氢气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反应 那么这个克里组找到了一种催化剂 是氧化吸引等等一些物质 是吧 通过这些催化剂的作用 它就变成了甲醇 甲醇 什么叫甲醇呢 我们知道那个酒精叫乙醇 对吧 所以工业酒精里边含有甲醇 会致人失明 那就是甲醇 是吧 这个物质 甲醇以及水 好 第二个步骤完成了 这样一来它就产生了一种高能的物质 甲醇 它们管这个甲醇叫什么呢 叫液态阳光 为什么叫液态阳光呢 因为我们首先通过这样两个步骤 我们把光能转化成了化学能 这个化学能就是甲醇 对吧 和刚才光合作用相比 它是把光能转化成ATP和NATPH 我们是转化成甲醇 是吧 虽然步骤不一样 但是思路是一致的 就是我们把光能转化成一种化学能 转化成化学能之后 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下一步就要模拟卡尔文循环 或者说暗反应了 为什么叫暗反应呢 就是因为它有没有光都能够发生 然后我们这更好的说法叫卡尔文循环 你模拟卡尔文循环这个步骤是谁完成的呢 是天津生物技术研究所 是吧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完成的 他们研究这个问题花了6年的时间 那这一次成果出来了 发表在国际的顶级期刊《科学上》 是吧 那么它的这个工作主要有这么几个步骤 首先它先通过计算机去设计一个线路 就是自然界的这种 跟光能作用合成淀粉相关的反应有6000多种 他们从这6000多种反应之中 精挑细选 找到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看法哪一种方式能够最快的 最高效的合成淀粉 先用计算机模拟它 试出这个道路来 试完了之后 我们说第二个步骤 就得找退化剂 也就是酶 对不对 这个酶的寻找非常的困难 我们跟他说了 自然界的酶都是经过亿万年的选择 彼此之间不打架的 但是人工选出来的这些酶 它彼此之间会打架 对吧 所以我们就要去选酶 怎么选呢 它从30多种生物的60多种酶里边 选出了10种进行了这种化学反应 它彼此之间抑制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还有的时候他们会争抢能源 把两种酶放一块 它会抢这个能量 这个反应多了之后 另外一个反应就少了 所以他们就得想办法去修改这些酶 把这个酶添加一些修饰 或者换一个物种去找这些酶 对吧 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这个抑制以及竞争的问题 对吧 那这个问题在那个论文中被称之为瓶颈 叫Botonek 是吧 他们解决了这个瓶颈 这些酶之间不打架了 设计了一种空间时间的分离 以及对于酶进行修饰 终于能够模拟自然界的 这样的一个合成淀粉的方式 当然这个方式自然界并不存在 是我们重新设计的这个路线 它把自然界的这个 卡尔文循环中60步的这个过程 虽然我写的比较少 但实际上非常复杂 一共有60多步 是吧 那我们的这个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 科研人员把它简化成了11步 具体来讲这个步骤是什么 就是首先他们做了一个化学反应罐 然后把二氧化碳和氢气 二氧化碳和氢气 用这刚才的这种方式催化 然后变成了甲醇 变成了甲醇 变成甲醇了之后 这就是一种很高能的这种物质了 同时还有碳 对不对 所以它把固碳的这个步骤也加进去了 然后这个甲醇再在两种生物酶 生物酶就是生物的催化剂 在两种生物酶的催化作用下 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DHA DHA我们叫它二氧级丙酮 它是一种三碳物质 和我们喝牛奶里边说含有DHA 那个不一样 不是那个DHA 好 然后这种三碳的物质 我再往里边通酶 我再通八个酶 我们把八种酶放进去 然后它就会按照一定的规则 一步一步的反应 最后就会生成淀粉 淀粉是一种多糖 淀粉是一种多糖 最后就会形成这种淀粉 具体的反应时间 第一个步骤大约是一个小时 第二个步骤大约是一个小时 第三个步骤大约是两个小时 那么一共大约是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之后 淀粉就产出了 效率非常高 玉米就要多少天 120天 我刚才说过了 是吧 好 那么这个过程只是一个简化版 大家如果去查论文原文的话 它就会告诉你说 我在这个过程中一共有11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一个化学催化过程 后面那10个步骤全都是生物催化过程 每一个反应中它的催化酶是什么 产物是什么 在这个表里边都写得非常清楚 这篇论文并不长 就只有几页纸而已 但是你说我 那我还想知道你具体是怎么做的 要重复你这个过程怎么办 那它会有一个补充材料 这个补充材料有五十几页 你要知道它是具体怎么做的 你就去查那个补充材料 它就会告诉你了 是吧 你也可以去重复它这个实验 然后经过各种物理化学的方法进行检查 发现我们最后生成的这种淀粉 和我们吃的那个食物中的淀粉成分是一致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就成功了 好 这就是我们人类 第一次在细胞以外合成淀粉的方式 而之前的合成淀粉都是植物体 通过光合作用在细胞内完成的 好 那么实现了这种方式之后 它跟传统的光合作用比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做一个比较 这种方式科学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ASAP As soon as possible 是吧 ASAP 当然它这是个简称 只不过跟这个英语As soon as possible撞名 然后另外我们跟一种高产作物就是玉米比较一下 那玉米也可以产出很多的淀粉 比较什么呢 首先我们比较产生淀粉的速度 产生淀粉的速度 用这种人工合成的方式 它计算了这个反应罐的体积以及时间 时间刚才说的就是4个小时 以及它产生的淀粉量 对吧 经过换算 如果这个反应罐大到1立方米 并且用一天的时间 24小时连轴转的反应 它会产生多少千克的淀粉呢 你算大约是10千克 在1立方米的容器中一天的时间内 它会产生10千克的淀粉 那么玉米呢 亩产玉米大约是420千克 但是它需要120天的时间 玉米中的淀粉含量大约是70% 你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的话 那么玉米的淀粉产量大约是2.45千克 每一亩地 然后每天 平均到一天的话 那么你一天能够一亩地产2.45千克 你看1立方米的反应罐 一天可以产生10千克 而一亩地的玉米一天的时间 可以产生2.45千克淀粉 几倍 大约是4倍的关系 对吧 所以我们说1立方米的容器 大约相当于是4亩玉米地的淀粉产量 对吧 当然报道中给出的数据是5亩 那可能它用的数据跟我这个不太一样 比如对于玉米产量的估计 时间的计算可能跟我不太一样 反正大概是4-5倍的样子 第二个我们想研究一下能量的利用率 不管是自然方式还是人工方式 反正都是从太阳能来的 对不对 那么能量利用率是方式有多少呢 自然界玉米的能量利用率大约是2% 有2%的光能转化成有机物中储存的能量了 那么ASAP这种方法 首先光变成电它有一个能量的损耗 是吧 效率只有20% 在这一步其实是许晓静的突破的 然后这个电又转化成氢的这个能量电解 这一步骤它的效率比较高 大约有85% 然后我们再用二氧化碳和氢气反应 反应之后变成甲醇 这一步的反应效率大约有68% 是吧 有一定的这个能量损耗 然后我们从甲醇最后再变成了淀粉 这一步能量利用率大约是61% 那么总的能量利用率就把它们都盛起来 最后盛完了之后大约是7% 我们可以把太阳能冲7%的能量转化成淀粉能量储存进来 对吧 我们看这7%自然界2% 几倍呀 3.5倍 所以能量利用率是自然界的光合作用的3.5倍 那最后一个就是固碳作用 我们发现就是不管你是自然界的这种方式固碳 把氧化碳给吸进来 还是通过人工的方式固碳 反正你都需要酶 对不对 只不过自然界的酶是植物自己产生的 而我们这种酶我是添加进去的 我添加了10种酶 是吧 这种酶我是从其他生物体中培养出来的 反正总而言之我都得加酶 那么单位质量的酶 你能够顾多少碳呢 这就是所谓的顾碳的这个速度 用ASAP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固定22纳摩尔 摩尔是一个单位 22纳摩尔的碳每一分钟 每一毫克的酶 也就是一毫克的酶在一分钟的时间内 我可以固定22纳摩尔的这个二氧化碳 那么自然界的玉米它体内也有很多种酶 去帮它完成这个卡尔文循环的过程 固定二氧化碳 对吧 它能固定多少呢 是2.58纳摩尔 2.58纳摩尔每分钟 每毫克 一毫克的玉米中的酶 它一分钟可以固定2.58纳摩尔的碳 这个比较一下几倍 8.5倍 所以固碳的效率也远远超过了谁 超过了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反应 所以无论我们从这个产生淀粉的速度 或者是能量的利用率 或者是固碳的效率来讲 这种人工合成淀粉的方式 都会优于传统的光合作用 这对于解决粮食危机问题 解决二氧化碳这种温室气体的问题 以及为未来的星际旅行提供食物 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也有小朋友问 那么这项成果能不能得诺贝尔奖呢 这个很难说 这要看它后面的应用情况 我举一个例子 在100年前的1920年 世界总人口还不到20亿 那个时候人们虽然已经进入了 工业化和电气化社会 但是粮食的亩产却跟几千年前差别不大 这是因为庄稼的生长需要很多的肥料 比如说庄稼需要氮肥 而传统的生产氮肥的方法 要不就是人畜的粪便尿液 要不就是动植物的尸体 再有就是微生物的作用 比如说跟硫菌可以把空气中的氮固定下来 但是产量都是非常有限的 直到1908年的时候 德国化学家哈勃发明了人工固难的方法 他把空气中的氮气和氢气 在高温高压的作用下 加上铁作为催化剂转化成了氨气 然后就可以进一步生产成各种各样的氮肥了 以氮肥为代表的化肥的大量使用 将粮食的亩产提高了数倍 这才多养活了地球上的几十亿人 直到今天 我还在使用哈勃的这种方法来制造氨气和氮肥 它消耗了世界上2%的能源 贡献了世界上1.6%的温室气体 我们身体中有一半的氮 德国发明这种方法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想到 他的这个发明会对世界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他也获得了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科研突破 都有这么大规模的应用 比如说在60年代 中国科学家就完成了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这是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合成蛋白质 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但是直到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胰岛素 还是从大肠杆菌和酵母菌中提取出来的 而不是化学合成的 现在我们使用人工方法合成淀粉 虽然效率上比光合作用要高 但也面临很多问题 比如说光合作用是在长温长压下进行的 它只需要水和氧氧化碳 而不需要其他的物质 但是我们的这种方法 首先要有高浓度的氧氧化碳和氢气 要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强下进行 我们需要人工的添加很多的煤 而这些煤的制作又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说这种方法在经济性上 还没有办法跟光合作用进行竞争 科学家们说这叫做从0到1的突破 而未来的路还很漫长 需要从1走到100 一个新的科学突破就像一个孩子 它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YouTube帐号李老师里订阅我 点下铃铛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